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个人都想被爱 所以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得到对方的主动联系 可这世间有很多事 并不是你希望就能够得到满足的 很多看似简单的事情 却需要你花费很多心思 如果你只是干等着 什么也不做 你就不可能如愿以偿 就拿联系这件事情来说 你若想让女人主动联系你 就需要掌握一定的方法 激发出她的主动性 让女人主动联系你不难 你只需要抓住睡前聊天这个时机 就能有很好的收获 睡前聊天是当下很多人的一种生活习惯 因为白天忙于工作 所以只能把聊天放到睡觉前进行 这原本是培养感情的大好时机 但凡男人抓住了这个时机 用上了好的结束语 也不至于事与愿违 只可惜很多男人只会在睡前聊天结束时睡去晚安 男人如此敷衍 又怎会激发出女人的主动性呢 男人要明白 睡前聊天说晚安太俗 这些话才能让女人主动联系你 对于女人来说 最幸福的一件事情就是 无论什么时候 她都能联系到她想联系的人 这是每个女人的期望 但并不是每个女人都能得到满足 因为得不到满足 女人渐渐就把这个期望深满在心里 不再去提及 虽然女人不再提及 但你应该知道 知道了女人的期望 在投其所好地满足她 才真正能够让她感到温暖 这里所说的投其所好 并不是让你被动地等待女人的联系 而是希望你能够告诉女人 任何时候我都在 要让女人知道 你是有时间 你是在等待她的 她才会敢于主动地联系你 如果你从未表达过 女人就会觉得自己的联系是打扰 从而不再主动 睡前聊天 把晚安换成任何时候我都在 不仅可以让女人主动来联系你 还可以表达出你对她的深情 这对双方来说都是很有利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大概放心去做 二 好好睡 明早会来接你 每个女人都很期待男人的早接晚送 哪怕男人只是偶尔的一次接送 都会让女人感到幸福 既然女人有所期待 你就应该结合她的需求 满足她的期待 满足女人的期待很简单 你只需要在睡前聊天时告诉她 好好睡 明早我来接你 这句话就行了 比起一句晚安 这句话带给女人的冲击会更大 在这句话的影响下 女人不仅会一直想着你 还会很期待你的接送 当然 在对女人说了这句话之后 你还得将其落实到行动上 倘若你放了女人的鸽子 后果不堪设想 任何事情都要说到做到 你只有兑现你的承诺 让女人看到你的行动 她才会死心塌地地跟在你身边 三 等你睡醒了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 在心理学当中 有一种效应叫期待效应 用在感情里 就是指要让女人有所期待 让女人有所期待 其实很简单 你可以先给女人留个悬念 一次来激发她的好奇心 在好奇心的趋势下 女人就会主动联系你 在睡前聊天时 你可以告诉女人 等你睡醒了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 不管女人如何追问你 你都不要告诉她 给她留个悬念 她才会一直想着这件事 一直想着你 等到她睡醒之后 她的第一件事 就是与你联系 受到她的主动联系 你就可以揭晓谜底了 也许你会觉得 自己并没有什么事情 要告诉女人 这样做反而会让自己 下不来台 可实际上 这也是你表达爱意的一次 大好时机 就算你没有任何事情 要告诉女人 你也可以这样来激发 她的主动性 等她问你的时候 你就告诉她 你很爱她就行了 让女人主动联系你的方法 其实有很多 但最简单的一种 就是在睡觉之前 利用聊天结束语 激发出她的主动性 如果你每次都对女人说晚安 女人只会觉得 你在敷衍她 比起晚安 你还有更多更好的选择 希望你能早日明白 睡前聊天说晚安态俗 这些话 才能让女神主动联系你 你还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但不管你怎么做 你都要记住 任何事情都不能只是说说而已 只要是对女神取下了承诺 你就应该兑现承诺 但凡你十言一字 女人都会倍感失望 从而不再主动联系你 想让女神主动联系 睡前聊天是很好的机会 好好抓住这个机会 你会离成功更紧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这个视频 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如果觉得对你有用 别忘了给小红点个赞 或分享给身边的人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留言讨论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